我們今天有一個福袋 他符合這個資格的人 就即將是今天決定位置的人 緊張 好不好 好 題目是 題目是 得獎的是 全民新功劇 看他就要搶答囉 好 好不好 舉手搶答正確者 可以指定順序 請問全民新功劇開播日期 是何年何月何日 請搶答 我知道 我知道 國安曉雯 剛剛維基百科有查了一下 那為什麼你們沒有查 聽說我們都有給你們方向 叫你們把所有娛樂新聞了解一下 包括我們的節目 對不對 你查啦 最重要就是這個節目 沒有什麼別的節目 剛剛真的要看我們 2019年2月18 對不對 是水瓶座的 水瓶座的節目 因為節目播的時候 我在樓上上班 2019年 2月18 2月18 台東有查耶 國旗雞皮疙瘩 我還查過 有七個人拿到冠軍 就是第一名 通過那個九宮格德 然後還拿過一節目獎 跟一個主持人獎 歷史上的十萬大獎 有七個人 對 有七個 包含十字田什麼的 很多人這樣 非常好 你可以決定 我們今天的答題順序 怎麼安排 那是第一個 當然第一個吧 對不對 對 好 第一個 你們第一組 第二組呢 我們把最 看著最聰明的 放在第三組這樣 我覺得立喆的主播 好像比較聰明 那你把 真的嗎 謝謝 他不是很聰明 他背責人的說 立喆的主播 不敢看他啦 好啦 那就他們第二 他們第一次來講 我們主持人 謝謝 看這次 你這個人 這 上網怎麼上 我覺得容易得罪人 也是一個才華 這我來的孤獨 我覺得 我來的孤獨 好 我來的孤獨 好 我來的孤獨 第一組 第二組是江宜欣這一組 對 陳怡婷 第三組是簡歷者這一組 OK 非常好 來 準備 請準備 大家好 我是你們研究員 蔡尚華 正用到我們的機會 與命運賽制 提醒大家 機會才分成三個回合 而機會區的負責答題 要努力成為答題英雄 命運區呢 則是要負責按下命運之牛 決定你們的命運 獎金術 可是重點是 今天我們只會有 唯一一組 拿得到獎品 那究竟今天準備了 哪些禮物給大家呢 請開夢幻大門 第一棒 準備了有個人清潔組 還有智能燈具 以及電動自行車 同時十萬大獎 不得了了 有運動輸壓儀 二十萬大獎的 更是家庭劇院組 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想要 那要努力搶大獎囉 三分鐘準備倒數 無關曉雯 請出題 好的標題 可以吸引人們點擊 請問在標題當中 使用哪一種詞彙 能夠得到比較好的效果 A最夯 B絕步 我是可以慢慢想對不對 快一點 要衝到財富 後面的時間 好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對 好 為什麼不是絕步 因為他們老師都會說 不要寫負面的標題 他會比較不懂 那個意思大概是怎麼樣 你要把它換成正面的話講 然後他可以一看就懂 就會馬上點進去這樣 更直接一點 是 絕步 就絕步要想一下啦 就說有些負負得證 然後說絕步什麼沒有 然後大家看不懂 就不會點進去 其實大標是關關的專長耶 對啊 他做記者做得很優秀 他帶風向很一流 對 對 來 請你介紹 都你在講 還答錯 好的標題的確是能夠 吸引人去觀看喔 不過其實人們在心理的方面 常常都是趨利避害 所以如果你告訴他 做什麼樣的事情 可能會有很糟糕的後果的話 他通常會想要了解一下 所以在標題裡頭 用上了絕步避免 大家都會比較想要點進去看 另外還有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標題裡頭如果有數字的話 大家也會傾向要去觀看 那這個數字如果是基數 看的比例又會越高 那比如像是讓你30歲 身價翻倍 或者是定期定額存股 幫你年薪千萬 這些大家都會很想要看 陳怡婷這麼容易就到你這兒 你看看 對不對 謝謝 還好讓我快了22秒 陳怡婷準備 謝謝主題 我的答案是B B 鎖利 因為通常講髒話 都是琵琶一串出來 因為周星期的電影裡面 不是有一個那個嗎 就是琵琶講髒話 然後把敵人給趕跑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跟說話流利度很有關係 而且髒話就是那幾個字 應該跟詞彙的豐富程度 沒什麼關係 有點道理 很有道理耶 髒話就是 髒話在那邊繞對不對 對啊 就是重複那幾個字 只要說髒話的 沒有太多引進句點的內容 對 所以你沒有浪費很多時間 因為我覺得答案應該就是B 說話流利的程度嗎 請介紹 漂亮 通常我們會覺得愛說髒話 好像很沒教養 但事實上 會說髒話的人 還是有一些小優點存在的 比如既然他都直接講髒話 代表他這個人直接了當 說話就是不會拐彎抹角 還有通常 比較在這個口語當中 會講說髒話的人 他們的個性也比較活潑 因為不知小節很外放 還有他們說故事的能力也比較好 因為他們的用詞相當的豐富 所以總是能夠把很無聊的事情 講得非常有趣 江宜欣 歡迎你上場 OK 好緊張 沒想到 沒想到 沒想到好運來得這麼快 是 真的 運氣就來得這麼突然 來 請公布他們的命運獎金數 最少一百 最多一萬 請選擇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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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了嗎 你忙你的 快 一千元 哇 還可以吧 還可以 還可以吧 普通少 對 人生就是這樣 還會再來 只要他的答得對 對 所以你加油 準備 請處理 演唱會是跨年不可或缺的活動 1986年台灣舉辦第一場的 跨年演唱會 當年的主題是什麼 A 快樂天堂 B 明天會更好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因為我覺得 國史想了一下 因為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1986年 那時候我還沒出生 民國75 等一下 對 再講一下 他炫耀神的 對 再講一下 那這首歌我都知道 但我覺得是跨年演唱會 所以大家希望新的一年 一定是明天會更好 所以比較適格 對不對 快樂天堂 每天都可以快樂 但我就是 今年最後一年 我明天都可以快樂 可是快樂天堂很紅耶 快樂天堂是 滾石 原山動物園班 對 是原山動物園班 對 你好棒喔 對耶 配上身分身好了 不好意思 民國75年 我專三 很像是畢業 余天啊 余天啊 齊晴啊 所有你想不到的人 都在裡面 所有 我記得明天會更好 是因為一起新聞事件 所製作的歌 是新聞事件嗎 是為了要凝聚大家的這個象形 凝聚力 正能量 請 接下 75年應該是他喔 不是啊 不是喔 快樂天堂這首歌啊 的確呢 是因為動物園 從原山辦到木架 不過其實啊 在全台灣呢 第一場的跨年晚會 是在1986年的時候 當時呢 李宗盛還在滾石唱片裡頭呢 他就想說來辦一場演唱會 而且是呢 是有跨過夜的 那這個地點呢 是辦在中華體育館 現在已經拆除掉囉 那是在這個 南京東路四段的這個位置 後來因為屋頂失火的關係 所以就拆除了 那那個時候呢 就辦了一場 從晚上八點一直狂歡 到過夜的一場演唱會 所以呢 那也是 事事事意義上的第一場 跨年的演唱會 後來喔 在這個1999年 跨到2000年 是千禧年嘛 所以呢 當時呢 也有辦了跨年的演唱會 不過真正它變成一個 約定 每年都會辦的活動呢 是從2004年呢 其實我們的101 落成之後呢 因為都會有煙火嘛 就變成全球更加的矚目 簡歷則準備 好 加油 答理選轉移之後 來 請出例 這一定是A吧 什麼 一定是A吧 A 確定沒有 對 準 2021整年耶 王力宏只有半個月 這是 可是他快速串生 有可能兩天沒有 如果他的快速指的是 對 快速喔 有可能兩天內 但自己是拉長的 你這樣問是只有12天耶 對 所以但那個 請揭交 對 是王力宏嗎 關鍵字 带志穎喔 這麼快就輪我答 其實台灣人沒有你想要這麼的八卦 所以在這個快速串生的關鍵字當中 2021年的很多都是跟名神相關的 比如像是因為缺水缺電 想要了解疫苗 還有1922的防疫專線 以及領五倍券 這些東西都在榜上 而當中其實第一名是NBA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疫情嘛 大家都在家裡頭 為了打發時間 所以也更多人會請上去看NBA 的賽事活動 而在前十名當中 唯一入榜的一個人名 是球後戴志穎 因為在奧運的時候 全台風靡 那戴志穎是奪金牌的大熱門嘛 所以當然他的名字 也是榜上有名囉 來 關燒文準備 請助理 猜... 太難了吧 我是想選A 可是B也很好看 快點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八年級耶 我弄錯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你不能換了 還好一塊就一千塊錢而已 還好等一下就 你到服務台去教一下 A棒 為什麼不是我猜呢 我猜應該是七年級的吧 因為康熙來了每天都出播 我猜算七年級嗎 對 我猜算七年級 因為他聽播比較早 因為他後來我猜變成 你猜 你猜 變成是侯慧城一起 就比較晚了 所以康熙來了應該是 八年級生最愛的綜藝節目吧 希望你就對了 來 接著 八年級很小耶 好 這些八年級生都非常緬懷的綜藝節目 第一名當然就是康熙來了 康熙來了 康熙來了從2004年一直播到2016年 是一代人成長的記憶 小S跟蔡康永非常犀利的訪談 也是讓大家津津樂道 那麼第二名是今年才停播的國光幫忙 第三名則是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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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猜 猜 第四呢 也是 掀起了選秀熱潮歌唱節目 超級星光大盜 第五名呢 也是時代的眼淚啦 模範蹦蹦堂 跟我愛黑色會 威廉準備了 歡迎你上場 來 請公布他的命運獎金數 請選擇 感覺一下 恭喜 一千元 一萬 一萬 OK啦 你看一下一萬在哪 在後面 還有機會 他今天很像很客氣喔 玩一首好玩準備 請處理 金曲冷知識 金曲獎得獎次數最高的 男歌手是周杰倫 女歌手是江蕙 那請問誰是主持紀錄王 A 黃子嬌 B 陶晶瑩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應該是焦多吧 黃子嬌有比陶晶瑩多嗎 應該是陶晶瑩 我也記得是陶晶瑩 因為他有主持到 不想要再主持 可是焦哥後來主持很多耶 連續這幾屆 金曲啊 對啊 他是指金曲的主持紀錄 對不對 對 因為陶晶瑩可能是 金馬金鐘都有對不對 是不是黃子嬌 請介紹 陶晶瑩跟焦哥 雖然都是三星主持員 不過呢 陶晶瑩呢 主持的次數真的多很多 他主持過十二次金曲獎 而且非常年輕 二十幾歲就開始主持了 那黃子嬌焦哥呢 是主持過五次 不過呢金曲獎的紀錄當中呢 最年輕的主持人呢 則是露露黃鹿紫衣 他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呢 就主持到金曲獎了 當時是第三十屆的金曲獎 隨意聽準備 請助理 投票賢杯情城市 帶動了九份的觀光產業 吸引了不少外國旅客 下列哪一部作品 也曾經在九份取景 黑函縱花樣爺爺 比宮崎駿的神影少女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因為我記得那個 九份最有名的是那個 阿妹茶樓 阿妹茶館 茶館 然後那個 神影少女裡面有那個 湯 就是泡茶湯 泡溫泉的地方 就跟那個很像 然後之前好像也有聽人說過 所以應該是B 然後 花樣爺爺 因為我沒有看過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B 答對了沒有 請 計較 好 看來妳記錯了 其實呢 跟宮崎駿的神影少女有關係 但反而比較像是九份 因為當初就發現 宮崎駿神影少女裡頭的 遊屋場景 跟九份非常的類似 所以當時九份在宣傳的時候 就打出說 這裡是 這個神影少女 他們採樣的一個地方 但事實上不是 宮崎駿本人 他其實也有否認 他說神影少女 他其實是參考了日本的 很多的溫泉景點 那韓縱花樣爺爺 的確也是有來過九份 而且當時他們還有到金瓜石 看這個礦工的坑道 結果呢 在這個漢業播出之後 來台灣的觀光客 暴震了七成之多 答理前 這麼容易就轉移到 簡利澤的身上 妳看看 終於又輪到我了 來 請助理 請問哪一種辦公室環境 會讓員工感到較大的壓力 甚至會增加六成請定價的人數 A 封閉室 B 開放室 其實我覺得光看這個題目 你會覺得是封閉式 要快 好 B 果定 對 妳認為他在想要 對 我覺得他就 想混淆妳 反正就是想選一個 但是我覺得開放室 反邏輯的 對 除了反邏輯之外呢 我覺得開放室 就是大家來來去去 走來走去 而且其實我看過 開放室辦公室 大家拿一個筆電 坐在那邊 然後你完全沒有隱私 其實我覺得壓力滿大 請介紹 大家都以為開放室的空間 會容易讓心情比較開闊 但事實上呢 因為開放室 所以大家就一直走來走去 無形當中呢 會製造出很多的噪音 讓你難以專心 因此呢 其實啊 在開放室的辦公室辦公呢 會讓你喔 容易壓力指數多 增加25到30%左右 反而是一個密閉的一個房間 跟空間呢 容易讓你心靜下來 我終於開張了 漂亮 好啦 仙妹姐 換我緊張了 換妳了 請修出她的命運獎金數 長什麼樣子 最少一百 最多一萬 請選擇 真的也很有意思 都一樣 就是有本事 誰要找一千塊 沒有啊 繼續答 38秒 應該有三題的可能 好 準備 請助理 IG公開了 2022期事報告 在Z世代年輕人之間 哪一種穿搭風格 會成為今年的潮流 A 暗黑學院風 B 運動休閒風 什麼 快 總理 A 暗黑學院風 對 學院變暗黑啦 黑 不是說英式學院風 沒有 因為我看我女兒 都穿這個樣子 她非常的不屑運動休閒 她一定要全身黑 然後她又說這是黑化 真的嗎 她下課有直接回家嗎 她女兒還沒小學畢業呢 對 是 是嗎 來 介紹 運動休閒風不是很好嗎 真的咧 來喔 預備 趕快了解一下 今年的流行趣事 到底要怎麼穿喔 其實在前兩年 大家已經穿了太多的 運動休閒風了 所以反而在今年 疫情趨緩 大家開始會見面的時候 就想要展現一些 自我獨特的風格 所以喔 今年的流行呢 比如說像是復古穿搭 不用說了嘛 華燈出賞 所以大家都穿這種復古風格 而另外一種呢 是暗黑學院風 展現一下個人的性格 還有小妖精風格 都是今年可以嘗試的 新美姐 換你了 命運獎金數再次公布 第百到一萬又不一樣 請選擇 為什麼我每次到三的時候 你就會眼神變一下 你讓我好猶豫喔 對不起 太興奮了 妳真的有覺得我眼神有變嗎 有啊 恭喜得到一萬元 太高 心肺棒 繼續答題 二十五秒差不多 十二十三對不對 差不多 請注定 好的作品 不僅能夠創造經典 更能夠拓起來海外市場 請問哪部偶像劇 被翻拍了最多次 A 流星花園 B 惡作劇之吻 我覺得應該是A吧 水利 哇 十秒 對啊 因為流星花園 有沒有聽過很多很多次 十秒就沒機會了 不同的電視 電影 我都有聽過 日本 台灣 韓國都拍了 大陸很像也拍了 對 反而是惡作劇之吻 我只有聽過就是經典的那一部 來 請 低腳 好 流星花園在2001年 播出之後 讓F4掀起了全亞洲的熱潮 也是現在最經典的一個版本 但是其實在日韓 雖然連美國都翻拍過 但只有六個版本 倒是惡作劇之吻 它其實一開始是日本的 一個非常知名的漫畫 叫做淘氣小青青 在1996年的時候 拍成了惡作劇之吻 當時是柏圓重演的 超級無敵帥的 然後後來能來到台灣 是在2005年的 鄭元昌跟林依晨的版本 後來還拍了電視劇 是王大陸跟林雲演的 叫做什麼 一文定情 對 然後李玉璽跟吳欣提侑 拍過一個版本 現在三組的獎金 等一下暫時報告一下 其實一目了然 關照跟魏廉一千 陳怡婷 江怡欽一千 簡力哲跟欣美姐這邊 一萬一千元暫時禮千 這樣也 要不要換位子 要...我要換一下 你要換 請起立 來 魏廉請換 陳怡婷換不換 換嗎 換換下方 試試手氣 簡力哲換不換 好 我們都打下來試試看 三上三下 三上三下 三下快 好了 答題權轉移了 魏廉要準備了 好 全民心動略模範生 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